青羽鸾鸟 无以无声 血迹十方 助你破阵 他这是要血迹十方阵 放出青羽鸾鸟 零鼠 零鼠 停下 停下 законч 混音 不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对宁师祖不敬 我说让宁若处处来见我 我便拆了你这万花骨 隐ials 好歇 零河 林灿瀾出來了 煤店空了 我們可以去偷解藥了 你是誰 萬花谷谷主 林蒼蘭 你放心吧 有黎叔在 他不會有事的 而且我們再不走 就來不及了 活下來 逃出去 林是後輩 林若出好歹是長輩 竟讓徒子徒孫出來擋獲 自己躲起來當縮頭烏龜 鸾鳥獲釋不可留 豬 好 正好讓我活動活動筋骨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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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日 他愣著幹嘛 你手上有靈書的靈丹 殺了他 走 你居然死了嗎 林若出 你有膽量騙我入陣 就沒有膽量活著等我出來嗎 走 憑你們 也敢學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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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十方陣法 一朝一夕根本做不到 你在文化谷找到十個鎮眼 究竟花了多少時間 三元 你當初接近我 也是為了他 對嗎 你為了救他 不要命了 也不要我了 你讓我像一個笑話 越南歐 去找你的�也是親主吧 父親 救命 没事吧 三月 坚持住 十方阵将成 对不起 三月 坚持住 带他走 这鬼地方再待 也没意思 十方阵集成 你走不了了 区区惨阵 能奈我何 追 是 糟了 林苍蓝八城重启了阵法 这鬼地方不会刚好也是阵眼吧 大尾阵也不够那么下 真的还在里面等我吗 林苍蓝八城 大尾阵 大尾阵 啊 长夜 危险 快跑 快 姐姐都破了 你为何不跑 你说过让我在这儿等你的 你这呆头鱼 雪狮姐和青乳鸾鸟 为什么不见黎叔 打到她 快走 我 承鄞 吁云禾 吁云禾 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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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长衣 为何替我挡下那一击 我不想你受伤 为何用不了灵力 他伤得这么重 拖下去可不妙 得尽快找些水 让他能温养疗伤 伤口疼吗 疼 但你没事就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从人间学来的 可以让受伤的人 好受一点的特殊法术 摸一摸就能好 摸一摸就能好 但我现在还没好啊 会好的 真是漫长的法术 长衣 我在这儿施展不了灵力 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你疗伤 我去四周看看 哪怕找点水源 可以让你汲取点力量也好 你在这里乖乖等我回来 不要乱动好吗 云和 这里屋这么大 我怕你回不来 我跟你一起去吧 来 你拽好这一头 到时候等我找到水源 我就能顺着这条线回来 你知道吗 有红线相连 便可千里姻缘一线签 携手白头共道了 只要捆在一起 我们就不会走丢了 所以说 我能不能回来 能不能活到老 就看你了 好 好大的水潭 别说给长衣疗伤了 连沐浴都够 禀谷主 谷中已经搜变了 还是没有纪云河与娇人的下落 青羽鸾鸟大乱之时 不是有人看见 瞿晓星和纪云河 前后离开谷主内殿吗 瞿晓星可有供出纪云河下落 这个我等已经审过了 可是瞿晓星 素来与纪云河交好 对其下落 闭口不言 思过枯里 没有撬不开的嘴 父亲 是 少谷主 父亲 可否将曲晓星 交给昊卿处置 昊卿定会问出 纪云河和娇人的下落 青羽鸾鸟一战 你的伤势还未痊愈 不必逞强 身为少谷主 则无旁贷 好 既然你有把握 那就做给我看 是 小心 纪云河一声不吭 将交人拐跑 谷里的兄弟为了寻他 一天下来连水都没喝上一口 他行事这么没规矩 你又何必替他兜着呢 是啊 你但凡指一个方向 咱们也不至于像蒙头苍蝇 四处浪费力气啊 我受了多少次了 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你们再问也是一样 你这不是让我们为难吗 少谷主 走 退下 是 是 少谷主费心了 我与云河虽是朋友一场 但是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你当然不知道 他跟交人一起调入十方镇了 什么 以他的性子 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出镇 届时 我要你赶在所有人之前去接应他 你的意思是 让我去救约河啊 不愿意啊 可是 你不是和游河入谱吗 现在他是万花谷的罪人 你做这些事情 一定被谷主发现 就算你是他亲儿子 他一定会重罚你的 我知道 那什么什么 刘浩青啊 你到底在想什么 不用你管 做好你该做的 小伙子 你不是要是 费用 你不是想要不要 过你 你会认识 大伙子 是 我 优优先 是 对 从 他 大尉 巴玉 别再对我好了 我怕我会舍不得你 约合 出来看看 约合 出来 约合 快来 你看 你伤都没好 抓什么鱼啊 这里用不了灵力 我觉得食补也许可以恢复 这种鱼的味道非常鲜美 都是给你的 长夜 你对我很好 但有的时候你对人越好 又会让人有负担 你懂吗 你对我也很好啊 这傻鱼 几分针几分甲都分不清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负担 其实 你可以对我再好一些 你可以 你可以别说话 好 我不说 那你说 那你说 你心里有事吧 能看得出来啊 你说话 都不敢看我的眼睛 不着急 不着急 我可以等 我的寿命 比一般的仙人都要长 若是顺德知道 你开口是这个风格 他定然会后悔下这个命令 你心里究竟藏着什么事 但你不说 就证明还没到时候 没关系 你快吃吧 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抓 怎么回事 长夜 你是否觉得入水之后 伤口好得更快了 伤口 君子动口不动手 说就好了 是啊 那 有没有觉得有灵力 诸入身体的感觉 但这里也用不了灵力啊 轻机能再次以灵力造物 又出现了这些水里的云 想必这里一定有流通 外界灵力的地方 只要能够找到这个源头 我们定然能逃出去 再说 李叔打破过这个十方针 我们要想逃出残针 应该不难 鱼是从水里抓出来的 难道源头 就在水里 难道源头 就在水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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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好 青羽蓝鸟不是已经破阵而出了吗 难道又被封起来了 玉灵师 我要吞了你 他离不开水 他不是青羽蓝鸟 他是蓝鸟的副灵 副灵 大概是因为青羽蓝鸟它心有所拧 念有所知始终无法放下 这些青羽 一直被压在阵底数千亿 始终无法开启 就形成了青羽蓝鸟的副灵 你们玉灵师 薄情寡戏 都是负心害 我竟一个 存一个 有本事 你就去找封尼那个玉灵师 拿我们撒气做什么 我要找 我要找玉灵师报仇 是你若助 他将我囚在这十方阵中 为什么要怪我 为什么要怪我 为什么 我们先进去吧 等他冷静一点再说 你是说 出口就在潭水的下面 对 虽然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那潭水 但是我能感受得到里面有灵力在流动 虽然那灵力非常地微弱 但它的确是存在 如果我推算没错的话 这个水潭 应该与十方阵的某处阵眼是相通的 若在以前 这十方阵自是十分强大 但自从青羽蓝鸟破阵而出 即便他再度闭合 也只是个残阵而已 只要我们能撼动这个阵营 那我们定能破阵而出 只是 这个傅灵对玉灵师 实在是太过于敌视 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 他就出来反击 我们得想一个什么办法来化解他 你已经有主意了 长夜 你也非常想逃出去对不对 嗯 现在我们两个人的灵力都不能用 这个傅灵又那么厉害 我们肯定打不过他 是不是 对 那既然如此 我们定是不能硬闯 要智取 你同意吗 同意 我有一个法子 你要不要试试 什么办法 这傅灵不是说了吗 他是被男人骗了 受了情伤 治疗情伤最为简单的法子 便是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你生得这么好看 不如你去诱惠一下他 不好 你怎么能把我推给他呢 这不是把你推给他 我又没让你对他做什么 只是用一些好言好语去哄哄他 让他心里能够开心一点 打开这个心结 这样我们不就可以逃出去了吗 不行 我们娇人从来都不会说谎 也不会骗人的 但这也是善意的谎言啊 这世人说谎 并非全部都是心思脚下 有的人他是有口难言 有的人又是情非得已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人 难道不能变通吗 父亲说过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善意的谎言 那都是自欺欺人 对于我们娇人来说 谎言是绝对不能被原谅的 你们娇人果真是纯傻 那无妨 就由我来吧 你怎么来啊 你又不是男的 自古以来 所有的话本中 没有任何一位女子 可以抵挡住书生的诱惑 帮我晚饭 你是谁 就这么一会儿 他就不认识我了 看来这傅龄到底只是傅龄 心去不去 不过这样也好 省得我再减少了 在下只是一位书生 远远看到姑娘 就被姑娘吸引过来了 书生是什么 你为何在此 又何以被我吸引 书生便是读书之人 我见姑娘独自坐在此处 神情似乎有些忧伤 可有什么伤心之事啊 我被一个御灵师骗了 他将宁若出 我们曾经很相爱 可得伤了我的心 姑娘口中说的宁若出 可是无常胜者宁若出 他不是负责封印你的吗 你们真的有一段往事啊 我记得那时候 小黎叔刚刚出生 怕得父亲山猫王 意外走火入魔 伤了许多人 被御灵师追捕 黎叔竟是山猫王的血脉 难怪实力那把汉人 因为此事 黎叔祖父跟随先帝 大战朱燕 这男的好名声 一夜之间就被败光了 我救下了 差点被殃及的小黎叔 御灵师却称我为非作歹 狼狈为奸 一直要追捕我 一直追到了纳尤山 去那边 好 你 你 幸亏他及时出手相助 小黎叔安然无恙 也因此 我能看出来对方其实心无恶意 我真的误会了我 竟主动向我道歉 宁师兄 宁师兄 你是宁若初 但他的师弟们 却远不如他开门 他们偏性谣言 认定我是世杀成性的义类 若是为我苦劝他们 来将我带离是非 他虽护了我和小黎叔 但我并不想成他的情 直到他爱酒 我便以鲜花五谷之精魂酿酒相赠 全当扯平了 可他像是喝上了饮 竟不顾世俗流言 他们 应要与我做酒咬 流言蜚语 罪是伤人 你不怕 要是不能凭本心做想做的事情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我们就这样相爱了 为避免纷纷 若初放弃了名誉 地位 还有万花谷中的一切 看随我 在深山之中居住 我们像人间夫妻一般 每日煮饭 烹茶 日子虽然平淡 却幸福美好 你若是喜欢 若初愿意替你记一辈子的发 可是好景不长 我们的隐居之地 最终 还是被鱼灵师发现了 我们的隐居若冲 我们快走 重伤了许多玉灵师 终究闹得不可思议 终究闹得不可思议 为何要拦我 你要杀了他们 就真的成为他们口中说的魔头了 那我就该坐以待毙 任由他们来杀我吗 若初 如今是道响 你我殊途 同路至今 也算是快活一场 我不想再连累你 后来听闻 若初的师父 游历人间时 不幸先逝 不幸先逝 他悲痛万分 偷偷回了万花谷祭拜 若初的师父 我一直在万花谷外等他 我以为他会因为舍不得万花谷 而不愿前来 我心中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他最终还是回来了 他告诉我 清儿 既然这仙界的规矩制过你我 那我们索先抛去他 我知道有个地方 那儿虽然虚空无声机 但我们却可以长相厮守 你愿意陪我去吗 你若初你听好了 天上地下 四海八荒 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 我找到了一种上古镇坑 名为十方镇 我会以封印你的名义 寻求帮助 另请九名大御武士 共造十方镇 将你封印好 我会以游历人间为名 引去行踪 然后偷偷下阵去找你 从此 我们相守镇中 再无世心分擾 我在阵中 建了个小屋 其中的摆设 和原来一模一样 我 过了一天 一月 一净 过了春 还有夏 过了秋 又是冬 千年流转 她却一直没有来 不然 千年的囚禁 千年的等 RGB her have been 她明明答应过我 为什么不来 为什么还不来 她很好 快走 快走 快来 你没事吧 你在想什么 事情跟我想得有点出入 原来 秦极口中那个负心汉 就是宁师祖 我刚刚也听到了 可是你知道吗 宁师祖之所以被称为 万花谷的无常圣者 受后背景仰 正是因为他当年不惜以死 平定了轻女之乱 并且封印了他 也因此成为大家心中 平定轻女之乱最大的功臣 这秦极心心念念地守候 不过 就是宁师祖的一场骗局 你的意思是 宁若初背叛了秦极 可是万花谷中的典籍 从未记录宁师祖 与秦极相恋一事 可能宁师祖从一开始 便欺骗了秦极 但是现在 宁师祖早已现实 又有谁会知道 他心里的想法 如果你是秦极 你还会再次相信宁师祖吗 果然 感情当中一旦有欺骗 便无法再会让人相信 我的意思是 我觉得宁若初 他应该 宁若初 宁若初 就让你们同志同志来承包 宁若初 这下子 他就算是一个妇人 但亲戚也是一代凤凰 哪怕这妇灵 只有他十分之一的灵力 我们也无法绕开他离开这儿啊 你留在这儿吧 我去引开他 然后你设法离开 你要去做什么 我去告诉他 宁若初的结局 这是他应该知道的真相 你疯了吗 他现在都已经是这般样子了 你若告诉他 宁师祖当年背弃了他 他不得把你活生生给撕了 宁若初 应该没有背叛青鱼乱鸟 他失信 一定是有什么苦衷 艾吕之间是不会撒谎的 就像你我一样 长夜 有些事情 并不是你觉得不会 他就不会 我们岸上有太多欲望 还有顾虑 艾吕之间也会有谎言 我知道 在岸上 口中所言和心里所想并不一样 说出来的不算数 但心里想的 其实藏也藏不住 不错 如若宁师祖心中并无亲戚 他手上也不会一直绑着那根发带 方才在幻境中 宁师祖他受了青鸡和御灵师两方攻击 应该已经受伤 不知是不是在开启十方阵之时出了什么意外 他知道命时无夺 又怕青鸡会伤心殉情 所以才选择死在阵外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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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换一个身份才行 这次你又要办什么 你是谁 是我宁若初 卿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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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我过去吗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你说过要来陪我的 我等了你很久 好 抱歉 可我知道 你一定会来 这么久 你都去了哪儿 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所以没能按照约定来陪你 但是我一路上都在想着你 卿儿 你会不会 又是在骗我 又是在骗我 你竟然 还带着他 我去了一个很冷的地方 我怕我会忘记你 所以 我便将它既在万间 从未取下来 我比谁都要想来找你啊 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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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眉少眼睛都是雨 眼前沧海的一地 时光如梦盘旋成那里 你的歌声还能预示 眼影可见一心 经过如海的真心 光了三位月天空的星 幻成天下的我意 如初 我终于等到你了 抱歉 我来迟了 但其实 我一直都在 我知道 现在 我也该去找你了 从此乐有山的山水星河 永远只属于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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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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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跳下去了 那离开之后 我们去哪儿 我以为我还能好好考虑一下 却没想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再计较了 你是怕 我们离开之后 会像前辈那样分离 前路未博 我也不知道 不如我们就用法术来决定吧 法术 是古中弟子在人间学来的 是最简易的法术 是以手指屈身来做绝 彼此相搏 我教你 我数一二三 你从刚才的首饰当中随便选一个 你从刚才的首饰当中随便选一个 二 三 我赢了 什么意思啊 你赢了我跟你走 我赢了你跟我走 总之 就是不分开 鸾 Interestingly 我赢了你 我赢了你 所有已熟 都是因为才二 不管未来的路 或是何种结果 我们都一起去看着 好不好 你是说 不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从今往后 再无谎言 永远 一直 一起 过万丈 一月而上冲开了寒假 晚上 天之阳 与你共同一首交集的月光 山头一粒 万无处的自己 泪出一笔 坠入天际 你把焦珠给我了 是信物 也是给你的承诺 你们焦族 给焦珠的方式 都是这样的吗 还是你看了什么奇怪的画本 再奇怪的画本 也是你给的 真是把你交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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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你在御水之时唱的歌 是什么歌 叫人之歌 赞颂自由 是时候可以唱这首歌了 我们就要获得自由了 去哪里 ई 快 清儿 你喝的太多了 你死了 早就也消云散了 你若住 在十方镇下室 我是一心想着 和你的千万种结局 千万种报复 我乃熬到了现在 能想到 你居然死了 你够恨 就这样 并死了之吧 你认我杀 你却杀不得 我这千年 到底就为何而存在 为何 为何而存在 我还愿意 你还没 我 你会拨打 我 你 你会拨打 你会拨打 我 伤心 是 你和呂叔到底是什么关系 带你回来后 你就不吃不喝 不说话 我还以为 你一心求死呢 如今看来 倒也没有这么废物 你到底是他什么人 他为什么会愿意为你而死 早前他欠我性命 如今归还也算两亲 与你何干 你们两情 那我又算什么 你们二人之事 为何要带上我 所以你就想杀了我 你是想替黎叔复仇 还是想提着我的头 回万花谷投城 事到如今 你觉得你还能回去 做你的御灵师吗 为黎叔复仇 我又算在什么人 从一开始 这一切就都是假的 琼琳峰相遇是假的 每日相守是假的 田言蜜语是假的 就连身份 都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那就杀了我 我知道我杀不了你 骗我的也不是你 可若黎叔还在 我定是要将他千刀万果 可是 他已经死了 连一个解释都没有留下 就这么死 是我识认不清 所有的结果我认 我扛 这都 请什么替我挡下 最后那一击 他到处都在酸酒 他的命堵住了我的推路 叫我爱也不得 恨也不得 可是我不需要 也不会感激 更不会原谅 你实在太吵了 吵死了 都被关了 还不得 我爱不得 便宜 清主 您不能再喝了 小黎叔 你怎么活了 清主 瞧您说的 我从来就没死 您忘了 我们山猫族 可是陆无后夜 有九次伤心 十方阵时 我受了重创 修为散了九成 所幸留下一命 只不过 现在怕是拒不成行了 这天地之间 就数你有孝心 不像那个人 就这样 一走了之 秦主 您刚刚离开十方阵 身体伤未恢复 但于伤着可是要命的 你不懂 这世间最难的不是死 而是一个活字 如我这般痴傻千年 却成为一个笑话 早知如此 当时 你就不必救我 排排地 带上你毕生的修为 秦主 您就别担心了 别伤心了 反正我接下来还得修炼化形 要不您就姑且 将我想做宁若出那个复兴汉 要打要骂 安全马后 随便折腾 只要清主您能消气就行 若是我一时气急 一剑捅死你呢 我的命都是清主您救的 就算您收回去 我也没什么话好说 可那个御灵师呢 你舍得他吗 在我心中 清主您最重要 反正我当初也是骗他的 自然舍得了 那你可想好了 左右 我也是嫌他烦 那明日 我就将他赶下山去 日后 你便伴我 在这乐游山 聊此残生 若是清主您能好好的 黎叔甘愿陪伴清主左右 哎呀 小黎叔 我果真 没有白头 清主 清主 你 关注我算什么本事 用本事出来一战 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替我当的最后一集 三月 你别再让自己受伤了 这是庆祝专为你设下的结界 出不去 对不起 日后不能在乎你 如果你忘了我 能好一些 那就忘了吧 三月 好好活着 小黎叔 这三更半夜的跑出去 你就不怕风把你吹散了 清主 我就是出去散散心 你先前骗了她 眼下又骗了我 那结界 虽仅对雪三月奏效 但旁人进出 夏结界的我 能不知晓吗 我 我 你对雪三月 究竟是真情 还是假意 清主 黎叔不敢对清主撒谎 我接近雪三月 的确是作戏 但之后 投入的却是真心 对黎叔而言 雪三月并非棋子 而是真心相许的爱人 那你之前 又为何与我说内心 三月说过 她这辈子最讨厌被欺骗 她为护我拼尽全力 可是我却将她骗了彻底 害她有家不能回 她应该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吧 你就 真舍得她离开 那又能如何啊 三月她生来随心 定然不愿长留此地 而如今我 凌厉几乎尽毁 怕是再也护不了她什么 跟在她身边也只是 徒增其烦恼罢了 不如 就放她天地逍遥去吧 再说了 如果我走了 谁来此后庆祝你啊 你岂不是没人出气了 我还未沦落到 要人可怜 这乐游山啊 也不需要两个伤心人 你听好了 从明日起 我自会助你修炼人行 但此期间 你不得横生妄念 也不许再见那个御灵师 待你修炼完成之后 你与他的情缘 那就看造化吧 一切听亲主吩咐 这是零行前 亲主能否再帮我了个心愿 对我 功夫 我真的不愿意 我 你 我 你 这次不打算拼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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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全胜的把握 何必浪费性命 自当寻得机会才可下手 知道爱惜性命 也算是有所长进 行了 你下山去吧 那汤是怎么回事 昨夜小黎叔托梦于我 死缠烂打的 你又不过罢了 所以 他连梦中亦不敢来见我 小黎叔这些年行事荒唐 活该被打个行神俱灭 所幸生机尚存 你若愿意 便去带雨一趟 那里地处海外 灵气充沛 你替我 去寻几位灵药 或许 能助他重修 我凭什么要救他 我只想杀了他解恨 不先救 怎么杀 你 你不懂 他一身力气未解 不让他多跑几趟 又怎能想通 三月 好好活着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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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懂 你不懂 我 我已经祝你恢复了八九分 再有些时日就能彻底成型了 再有些时日就能彻底成型了 怎么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啊 怎么能捡回一条命你还不满意 请主 难道有从缩人行的机会 总该趁机改善改善才是 你看我这眼睛能不能再大一些 还有这嘴唇 这身吧 我看那长翼的大眼睛小脸蛋就很不错 要不您帮我再调整调整 好啊 只是我喝了不少的酒 这手上可没个准头 这万一手一抖 把你变成一只娇俏的小母猫 好 你可别后悔啊 反正啊 我在十方镇下 为一个臭男人苦等了千年 现在看见男人就心烦 要是有个漂亮丫头作伴 也不错啊 别别别 那还是算了 万一我变了模样 三月就认不出我了 对了 秦主 三月走了那么久 有消息了吗 就算没有他娶回来的那几位灵药 你也能修炼成型 无非就是慢些而已 也是 他那么恨我 怎么可能会来见我呢 小离说 别抱太大希望才不会失望 毕竟这世上的所谓有情之人 又有多少能经受得住考验 哦 是 去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 你不愿为他回来了呢 你要的那三味药有些难寻 废了些时日 都化为妖露了 这几位灵药 要么在待宇人济罕至之处 要么有凶兽看守 没想到 你倒愿意为小离叔 这般的费心费力 一命还一命 天经地义 我雪三月不喜欢欠人的 拿去给她用吧 来都来了 你就不想知道 她能不能平安地度过此劫吗 我去山上的山洞 等你的消息 iste人 you see you don't want your hot ч esper 你 我 我 您不是说我画行 还得再修炼一些时日吗 怎么这么快就成功了 这是三月送来的 这么说她回来了 我看她风尘仆仆地 去上次的山洞歇下了 你去看看她吧 谢谢秦主 秦主 也好 雷叔 我们也算是 让母相见 三月 三月 看来 只能先试试将她的寒气吸到我体内了 随便 我死里露出千年一角 天涯外乘浪浮现 我在雨晃中仿佛看见 我们在哪儿 也曾同为一片夜 相遇在光阴流伤的心外 也曾同在西台 一步千万里 一叶万彩 也曾同为曙光 同样的明亮 一同成为光 像满天光芒 流伴时表白 我竟然没有被冰封 三月 黎叔 三月